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每条大黄鱼都是一名运动舰匠 我们应该在海上建工厂 应该用工业化的理念去养育 我们这里有余点识别 践行大事物观 为我国江河湖海提供更多的粮种 建设海洋牧场充施蓝石粮仓 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 10月的早上 一场海上的收获正在进行 亚洲最大的深海智能网乡 京海001号正在提网收鱼 我们这个鱼的颜色都能看出来 我们这个鱼就是达到了野生的状态 鱼获的生长状况超出了预期 采购商的兴奋不言而喻 而丰收的奥秘 就来自这个远离海岸线的深海鱼塘 从南皇城岛乘船出发 大约四五个小时才抵达渤海湾的核心区 京海001号就坐落在这片海域 网乡长68米宽68米 面积相当于11个标准篮球场的大小 可以容纳海水7万立方米 一次可以养鱼1000吨 巨大坚固的网乡 为深海鱼类提供了近海 无法比拟的生长环境 而智能化 让每一条来自深海的鱼 都有了专属的身份信息 大家听过人脸识别 我们这里有鱼脸识别 我们通过雷达和双目扫射系统 能够告诉你鱼的体长体重 还有每条鱼的一个独特的面部特征 蔚蓝海面上 不只有智能化的深海鱼塘 在更遥远的海域 还游溢着移动的海洋牧场 眼前的这艘海上巨无霸 是全球首艘十万吨级 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 船上最主要的住户 就是位居四大海产之首的大黄鱼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养殖舱 我们是用海水泵 不断地向这个养殖舱内注水 将多出来的海水排到弦外 实现这个养殖舱24小时不间断的换水 像这样的养殖舱 在国信一号工船上一共有15个 这艘海上巨无霸的排水量 近13万吨 要达到收支平衡 自然需要同样惊人的水量补给 它可以在离岸100海里的深远海水域 为大黄鱼寻找最新鲜也最适宜的海水 我们每天都会对我们鱼饵 进行16次的换水 经过我们的水体交换系统 形成中央的漩涡 使我们的鱼饵 时刻保持一个见识的状态 从而使我们养殖的每条大黄鱼 都体型修长 肉质更加紧实 全新的养殖模式 需要配备全新的自动化设备 饭点一到 头尾系统自动开启 潜伏在舱内的大黄鱼们 纷纷起身结对觅食 这样的场面朝夕上演 入苗 投尾 换水 起补 加工 运输 全流程的智慧化 让这座庞大的海洋牧场 同时成为一座巨型的海上渔业工厂 提出了一个工船养殖的理念 我们应该在海上建工厂 应该用工业化的理念去养殷 依靠首创的船载苍养模式 国信一号养殖工船 每年能实现3700吨高品质鱼类 和650吨优质蛋白的供给 到了收获的时候 舱内的大黄鱼 将通过吸鱼泵和传送带 直接转运至休眠池 在那里进行快速降温休眠所先 活鱼献补 冰浆所先 冷链运输 这些高品质的鱼类 第一时间就能被送到消费者的餐桌 优质的动物蛋白 让来自大海的食物 不只是沿海居民的专享 但每年三四个月的伏计休逾期 让巨大的市场需求 面临着野生水产供应的空档 养殖水产作为重要的补充 为市场贡献了80%的产量 在过去的32年里 我国水产养殖产量 稳居世界第一 全球的水产养殖产品 约40%来自中国 然而 在我国如此庞大的水产养殖产量中 海水鱼类的比重并不高 目前我国深沿海养殖年产量 仅40万吨左右 占海水养殖产量的1.8% 而渔越发达国家挪威 其年产量达到200万吨 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和海域空间 辽阔的海洋正在成为风貌的蓝色牧场 挺进更深更远的海域 才能让蓝色粮仓更加充盈 而壮大海洋渔业种质资源 对于构建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来说 同样至关重要 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 是我国迄今投资规模最大 保存规模最大 设施最先进的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 收集保藏了14万余份 各类海洋渔业生物资源的样品 这是中国对象 是我们国家本地的一个品种 它的特点就是肉质特别鲜美 大白含蓝能够达到20%以上 作为海上粮仓的芯片 优异的水产种质是现代渔业发展的基础 在这个种质资源库 各种珍贵的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 得以安全保存 与此同时 新的育种技术 也为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开发 创造了更加丰富的可能性 这是我们的活体库 目前我们已经自主培育出 12个新品种 它的养殖存活率在80%以上 相对于其他的普通的对照品种 能提高15%到20%的存活率 截至目前 通过国家审定的水产新品种 达283个 更多新技术也接连突破创新 未来的公关目标是 选与更多抗病 优质 高产的水产新品种 践行大事务观 为我国江河湖海不同的养殖环境 不同的养殖模式 提供更多的两种 提供的水产新的 esp抗养 并且使用网销 主义会逃到 第3章 在地散市中 这个养殖模式 就是 因为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